口干口苦 打嗝爱气 腹脏 腰疼 腰酸啊 原来原因在这 这个是一个患者是王先生30岁了啊 年纪轻轻的 总是呢 进一阶段呢 有这个打嗝爱气啊 腹脏啊 口干啊 口苦啊 包括这个打喷嚏啊 甚至嘴里有恶臭啊 精神比较差啊 有的时候那个腰呢 还有点酸疼 大家好 我是王医生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舌相 首先来我们看他的舌质偏红 另外呢 这个胎在这 这个不行啊 在那地方有 这一块胎呢 稍有黄腻 我们知道这个胎黄腻 舌红呢 煮热 有的人说这个舌不是很红 但对于王先生的症状呢 他这个是偏红 是有一点燥热 这个呢 就是因为体内有热 原因呢 也很简单 就是这段时间呢 他王先生自己说啊 他喝酒吃肉 意思说这个大鱼大肉吧 吃的比较多 应酬也比较多 这段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鱼大肉 过多摄入这个热性收了以后呢 会导致食物的堆积 我们知道食级会产生热 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呢 我们说这个体内的热呢 还会烧着筋液 导致这个口干啊 口苦啊 等这一类的问题 另外呢 还有这样的齿痕 不是很明显偏大 这个呢 其实也是有一点失胜 整个这个舌面呢 除了这个这点腻以外呢 也是有一点失胜的情况 所以说你想一下 他有有湿热组织体内 所以说他就会这个身体负战啊 打嗝啊 爱气啊 也包括没精神啊 特别是身体困重 走两步呢 就觉得累 总想他们看这个蛇质 我们说了他的颜色比正常的红 虽然红的不是很明显 但对于他呢 就已经是一个热血偏重的这个情况 当然呢 他还有伴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腰痛等等吧 根据王先生的问题呢 我们当时呢 就是一个清理 湿热 健脾 补肾的这样的中程啊 为什么补肾呢 因为他有一点这个腰酸 腿疼 当然他还有别过腰气酸 软了 还有这一类的情况 你像这个汤记当时的黄琴黄莲 白竹福灵啊 包括一些礼器的厚薄呀 这些东西 同时呢 还用了一些这个止痛的这个腰 因为他有腰痛嘛 就这种情况啊 饮食上面呢 我们提示这个王先生呢 少吃辛辣 油腻这一类的 不让他吃 因为这样呢 能够减轻脾胃的负担 因为他本身也就是因为饮食不是引起的嘛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条理呢 王先生的这个爱气呀 腹胀啊 口干口苦啊 打喷气呀 包括恶臭啊 等等都有缓解 打到了这种程度 有的人说这个舌头也不正常 对 他没有完全缓解 但是这个湿热清除了以后呢 他身体的症状却轻松了不少 这个就是中医的辩证 因为你根据他的症状 它是热 所以舌线上呢 虽然不是很热 可能王先生的素体呢 就不是那个阳热的人 所以呢 这个对王先生来说呢 就是一个正常 他的正常色色 这就是中医的巧妙之处 你可能对有的人来说是罕食 但对王先生来说他是正常 但是他还在桥里之中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中医要编证 要编证就是这样 为什么有人一伸舌头让你直接看 你还是要结合他的症状 包括临床上来医伸手要耗脉 我们还是要四诊喝餐 这个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 当然了 涉及到用药 我们说了就建议大家呢 到专业的机构 或者让专业的医生来指导着用 以免这个药不对症 延误病情 好了 今天最后大家讲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咱们下期也接着讲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医生一起做中医传承人 我们下期间的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医生一起做中医生